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 会是我的目标 那 看一下 今天的盘 所以你看今天 照盘开高了之后 晃了一下 然后到我们原本规划的转折线 那这里出现绿K的时候 9点15分 它就会是一个适合Seiko的位置 那不管你要是在 底下这里把它除掉 还是放到现在 都会是一个还不错的操作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9点15分 大概就是同样 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不过今天还蛮有趣的 就说的蛮快的 所以就算你博士卖得很好 30点到现在 一下下也就20点左右 就收到袋子里面去了 好 那这是今天我也鼓励的规划 那蛮多人 平常看我们筹码系统 他就想说 那期货有大单小单 那选择权有没有 股票有没有 其实我们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 就算这里在上涨的过程 你看在上涨的这一段 在上涨的这一段 往上涨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主力其实也都是 蓝色的主力 它也都是在卖的 所以就是很明显 就是有大量的Seiko 那就是今天的规划 那我们讲一下 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那你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 开仓 10月就是月选的部分 今天有大量的Seiko 而且你看 金额都不小 都是两三百万元左右 然后呢 还有300万的BP 然后所以呢 他们防守点是在13050 然后呢 最大获利是在 12700 距离现在还有可能 一两百点左右的空间 那 所以 这个对我来说 它算是一个 蛮偏空的筹码 蛮偏空的筹码 所以 呃 在今天 如果它 有在拉高 然后这筹码没有变 或者是 等一下有破底的时候 或者微盘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在盘整整理的时候 我会觉得 跟着买这个 900铺子 跟着阻力的位置走 会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那比较保守的人 当然就可以组 嗯 空炸弹嘛 对 那 呃 损失会比较小 看错的损失会比较小 对 那另外要注意 因为这个是今天的 今天开张量比较大 可是你如果看 总累积齁 你会发现 总累积看起来好像 还是偏多的 但是 但是 你会发现它 呃 就是 损失两平点是在这 750附近 所以跟刚刚一样 跟刚刚最大获利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等于是 我们是打算做一小段 就是可能 呃 涨多拉回修正啊 或者是 呃 就是 放假前的 拉回的这一段 可能 预期可能有100到150点左右 得的机会 那当然你不是说 如果它下杀了之后 这里的筹码变了 那变得也偏空 或是变得盘整 区间有下移 那我们当然可以抱着过周末 但是如果没有 那记得就剪好就收 那看到大概这附近 800 750左右 改收的单子 就要把它收掉 那这是目前的筹码啦 那 说不定 到时候下午盘还会再改变 不过目前看起来是真的蛮偏空的 所以 呃 我会觉得 因为 呃 在这种极端高档的时候 直接去 呃 做 就是 期货的 SF 那被尬空 或者是被洗 是常用的事情 那但是你直接去买 卖权这件事情 就相对安全 你也不用太 无时无刻的盯着它 那 最差的状况 就是被 归零嘛 或者是变二分之一的时候 停顺 然后再另外找 寄回入场 就只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先休息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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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